人生是一本书 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 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 建筑商胡秀平 肖利胡冠名播出 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 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 我是小元 今天我非常荣幸的请到四位嘉宾 他们都是来自亚马逊 是上一周举行的亚马逊春晚的主要成员 那我们首先欢迎线上的组织人Christy 大家好 我是Christy 很高兴来到小元的节目 谢谢 谢谢那我们另外三位呢 非常感谢你们就是光临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 首先我们欢迎导演兼多媒体组的组长 Ben 好大家好我是Bungie的小元 Thank you 好那我们还有主持人兼歌手啊 苏亨 大家好我是苏亨很高兴来到这里 那我们还有最终帮的亚马逊刘德华 我就是拿美裕的马承庚啊欢迎那个刘德华啊哈哈大家好我叫马承庚啊对就是有点像刘德华吧但是跟达不到达达达达嗯然后那个这次亚马逊春晚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亮点而且有很多好评呃可以说是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所以呢你们呃就是亲自参加这个全前后后啊 啊特别是圆满完成之后 就是有没有什么的 什么样感想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我先开始吗对对好的 您讲啊大家好我是Ben 嗯一还是很很开心 呃在两年之后我们终于可以举办一次 这个呃给所有亚马逊华人 以及西雅兔华人的一个线下穿网 所以我们觉得非常荣幸能有这样的机会 然后和可以大家 呃面对面的跟1000个观众会面对面的在一起 所以非常开心 那就是心情很激动 然后呃可以说紧张的心情也放松了下来 因为呃我们整个春晚节目组 以及主持人演员准备了将近三个的时间 然后把一场完美的呃晚会呈现给大家 嗯太棒了 那你们作为主持人呃是什么样的感想 呃 要不Christy先来吧 好啊可以谢谢苏鹏 very gentlemen 啊 我记得我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我就觉得了 我就我就心里觉得真的导演组啊还有节目组很厉害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真的是后面要他们先做很多很多工作 我们前面主持人才可以发挥 他们后面那些节目都已经所有需要的资料都准备好 然后那时候的interview什么都完成了 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变得相对比较容易 因为他们前期已经把路铺的很好 然后我可以想象他们投入了很多的心力在上面 然后挑选节目啊把这些东西都安排出来 然后呃我们的那些线上游戏都是我们的程序员自己写的 我觉得真的亚马戏好多人才 然后跟每个人在一起工作都非常开心 然后他们都带着自己的观点啊 然后带着自己的这些呃想法跟价值 然后所以每一次跟大家在一起开会啊讨论就是很多思想的碰撞 嗯然后就是很享受这个一个一个作品诞生的过程 嗯那我接着来说啊对于我来讲 其实我是在我是刚刚入职 其实这是我第三周才入职 所以我会觉得特别幸运的刚入职就能遇到这样一个晚会 所以呃一方面很多像大家我们都回不了家嘛过年 所以能参加这样一个活动一方面就说呃 可以缓解大家思想之苦 然后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下这种呃创造一个节日的氛围 我觉得非常开心特别开心很开心 一来就能认识到这么多朋友 呃你就是演唱了一首歌 然后就是呃为这首歌有没有做多长时间准备啊 我就是说那个呃孙生先先讲就是啊 那我先来讲哈 呃我其实因为我一直就比较喜欢唱民歌民族歌曲 但其实会觉得说可能现在 游行的音乐里面民歌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头 所以会觉得通过这个舞台能把民族音乐的元素带到给大家 在过年的时候也是一个挺难得的机会 所以呃怎么讲呢就是挺好的一个机会吧 其实 嗯对然后关于苏亨成为主持人还有个小故事 就是苏亨了呃其实我们现在是主持人海选的 然后当场我就订了呃 Christy还有呃另外嗯嗯啊 然后苏亨当时并不是报名主持人的 嗯当时报名是来唱天鹿 就是他当时表演那首歌啊 然后我们就去节目海选啊 节目海选的时候才唱那首歌就是惊艳全场 嗯所有人都觉得哦苏亨 啊苏亨's gotta come 啊然后我没听到他的声音 我觉得哇他的声音好有波音特色 然后我们就问他然后他就turns out 他其实就是本来就是学本呃 播音专专业新闻专业的嗯 然后我们当时就立马呃 让他联系我们这个主持人组的组长 然后说呃要不要让苏亨不仅唱这个歌 然后成为主持人 这是苏亨成为今年今年春晚主持人的故事 哇太棒了对 才艺太多了 苏亨 哈哈哈 不要吵 一不压身啊 然后那个这么棒的在后面 哈哈哈 嗯 那那个唱了两首啊 就是有反场 这是应该是唯一的一个节目 有反场 哈哈哈 非常感谢大家的 然后你也讲一下当时的感想是怎样的 嗯当时的感想 呃总说呢我参加这个节目啊 其实跟我去年还有前年的时候也呃 参加过春晚吧 受到大家的邀请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是疫情嘛 然后那个时候都是在线上去录播的 嗯跟这次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录播的时候 其实心里没有多少压力 要直接唱了就好了 但是呢 这次参加这个实体的这个呃 这个春晚之后呢 哇有点害怕 我是第一次 实际上我是一个新人 然后的话 呃我见到这个底下有这么多观众 啊心里有点稀 哈哈哈 然后然后我唱的时候有感觉都快忘词了 我上台之前那个马上就感觉这个这个歌词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然后因为想哦哦是这样的 ok 然后突然知道 ok 怎么唱了 真的就这样唱 所以有有点害怕有点害怕 但是我觉得大家真的特别热情 然后的话嗯能感觉有这么多观众的话 我也能感觉到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呃 一个一个非常热烈的这个对于新年的这个期盼 嗯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尽量把它准备好 嗯太棒了 呃你为这些歌曲当然你就是本来是只打算唱一首的对吧 然后呃准备了多久是每周都要自己练练吗 呃对的我其实呃也不能算练吧 因为我自己平时就喜欢唱 然后的话我自己就是拿手机 然后软件对着软件唱 然后也觉得就非常happy了 然后的话呃其实就是我可能大概从下半年吧 大概就是呃那几首歌下半年一直都在准备在唱吧 然后的话呃自己觉得很high了 然后但是最后通知要上台的时候还是会有点担心 就是说这个在手机上录的和实际唱话筒会不会不太一样 然后的话呃然后我们最后彩排的时候发现还可以还可以 然后对我们就就觉得还可以 所以真正的体呃就体现到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就是一直在呃这么长时间练出来的啊 呃呃呃本你作为就是组织者之一就是导演组成员之一啊 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呃工作人员有多少啊导演组有多少人啊 然后呃主要呃前期的这些筹备工作都做了哪些 嗯好的呃我们导演组核心的导呃呃 但是核心的导演组成员大概13人左右吧 然后我们要有呃本次创业的总导演然后副导演 然后还有就是smile的这个president 嗯嗯嗯然后除此之外就是我们有各分各种不同样的小组 比如说主持人有自己的小组 然后我们有宣传组或者财务组啊 那财务组联系到了您然后啊感谢您的赞助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赞助啊 嗯嗯然后啊还有我们多媒体小组啊负责就是整晚的啊 比如说各种多媒体的文件啊拍摄视频啊视频剪辑啊啊 所以总共大概13人左右这是我们的这个算是core team 然后每一个小组的呃组长会带领他的成员去做一些事情啊 嗯toto总共下来可能有到30到40人是整个春晚筹备组的呃成员啊 然后加上当天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志愿者大概20到30人的志愿者左右 所以总共可能算到30到50人的一个呃团队吧嗯最后把这个晚会一起做出来 是一个挺大的一个project是的呃呃我看到你们就是联系了各地的呃华裔特别是华裔 当然还有亚裔的副总裁啊讲话呀什么的呃呃以前好像呃呃这方面没有没有今年做的这么多的工作啊 呃那么对背后的是嗯嗯那么那你分享一下可以的啊 呃因为这个这个project正好是我们各媒体做的呃就是以前我们会有不同各种各样的拜年视频 然后今年我们就想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让这种呃Asian这个呃 Leadership啊给大家送上拜年的祝福呃 我们本来其实是大家是有一点不确定的说哦你真的可以请到比如说呃 Amazon的CEO吗或者AWS的CEO吗 然后我们就觉得那why don't we give it a try 所以我们就是一开始列了一个list就是我们可以找到的这个这种VP啊Senior VP啊或者CEO级别的 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reach out给他们的呃助理啊或者是他们的PR团队 然后发现每一个呃就是高管他们的PR团队的要求或者说啊他们你需要他帮你做一个video他其实他都有自己的一个process 嗯所以我还有我的一个组员他叫Daniel啊很感谢Daniel我们一直在大概花了一到两周的时间来go through 了所有的process 然后最后很幸运呢就是我们可以邀请到呃AWS的CEO呃 啊Adams Plisky啊最后给我们的嗯呃开场呃作为一个祝福 然后还有很多在中国的或者是在美国亚裔的呃庆祝呃中国新年的呃中国春节的呃VP来给大家送上祝福 很幸运对很有意思然后刚刚那个Christy提到了就是很多程序呃都是那个亚马逊的也那个呃你们自己的成员写的 然后大家特别是那些玩游戏啊玩的很开心玩的也很high呃那这样的这样的程序就是说这样的工作是呃需要怎么样的准备 嗯嗯clarify 一下其实是一个combination between 嗯嗯呃就是外面已有的一些软件啊我们内部人员的呃就是排版啊翻译啊然后最后把它在春晚上这样呈现给大家嗯呃是一个combination 然后这个其实是我们节目组他们安排的然后我们一直在呃无论是在筹备呃就是玩什么游戏啊呃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 以及到后来呃因为它是一个微信小程序所以节目组其实呃做了很多的工作呃从购票的时候就询问大家你有没有微信啊一直到后来 提醒或者给大家特别是给外国的友人发instruction怎么样装微信然后在现场有专门的wechat helpdesk啊 啊还吸引来让更多的人参与所以当时我们看到当当时在线人数我记得第一个游戏大概是六百多人的时候我们大家其实都很开心 然后第二个游戏其实都到下半场了也有四五百人的参与啊大家在那里啊虽然说很简单的动作吧但是大家都在很enjoy这个process 我觉得嗯还是非常值得的这个effort嗯嗯然后我们前期在讨论的时候也一直在想说如果当场人那么多这个游戏还能不能就正常的运转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就是能感觉到他们在做很多工作就确保这件事情可以很顺利的进行呃你们作为主持人除了准事先准备好的那个台词 有没有现场需要应急处理的情况嗯哦 试试你先sorry 就像我们刚提到微信小游戏这个环节其实几乎都是现场临时的我们可能只是简单的有个框架嗯因为毕竟是和观众互动嘛所以就并没有任何的准备的台词 呃这个部分包括现在比如Christy给设下你们的这个互动游戏部分 对其实我们互动游戏大部分我们提前当然会知道题目互动游戏的题目是什么 但上去至于要怎么具体跟观众介绍然后还有嗯 比如我的搭档袁正他当时在台上就是临时就说那我们来问一下每一组的反应 然后那我就是要接他接他下面的继续往下讲嘛所以他 现场是我们大概的分工就是他会 抛一些梗然后我要去接住所以其实大部分到那个那个地方 呃除了观众的答的题题是我们知道剩下都是要要看现场观众的反应啊 然后要看台上观众的反应去结合然后后来就是马老师返场的时候中间 呃帮他争取时间插播的那些小的活动也都是我们主持人就是临时想出来的怎么样 就是能最快的调动现场观众的那个气氛跟情绪 对我当时跟他们说那个第一首唱完一定要给我弄点时间我喝点水 对对就不然有点有点紧张对害怕第二首就是准备不好对 嗯所以一开始就准备上唱两场呃那个两首歌的时候 嗯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只抱了一首然后的话呢嗯之所以会有两首这种可能性 是因为我自己在家唱了一下然后发现就是说一开始抱的歌可能他音调一点低 然后在这个活动晚会活动来讲呢他可能就是不是非常嗨 然后的话我后来呢就跟我那个导演组说哎呀我们这个春晚是不是应该搞一个再嗨一点的歌 然后我就跟他们私下录了一下然后他们觉得这个听着还可以 然后的话说那我们给你争取一下看看能不能这个呃把这个插进来 然后他们最后也确实找到时间给我们找到了这样 对当场的当时的安排其实是嗯 如果马老师唱完现场观众反应热烈 然后有人说我们要encore 然后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再把马老师cue回来啊 我没有想到就是现场就真的这么发生了 所以呃当时马老师唱完他往下台下做的时候大家就觉得特别好啊 有人说啊再来一个 所以我们就趁这个机会 然后把这个呃也是事先准备好的音频 呃然后事先准备好的可能的第二首歌来用上 就叫我成羹就好 叫老师 蛮好是 成羹 成羹就是呃一大早就起来耕耘了是吗 是这个 哈哈哈 我是乐器的名字 就是啊 看到好多人的名字都是爷爷起的 哈哈哈 嗯 嗯 你们游戏节目也很有特色 可能在其他地方的春晚 可能是看不到的 比如说韩国的这样的青春舞蹈 因为现在全世界范围 韩国的这种美女组合的舞蹈节目都是很火 所以你们当初是怎么想到去请这样的节目的 具体的背后故事我不是特别清楚 因为我不是节目组的主要负责人 不过据我所知 西雅图还是有非常多的韩国舞团 或者说有这种Dance Studio 当时我们真放开公开报名的时候 我们就其实收到了应该是不止五个 五个以上的Dance Studio的报名 想要来我们的春晚表演 所以他们并不是亚马逊的员工是吗 这些舞者 是的 有一个是他们已经工作了 应该是各个公司的呃员工 其中之一是呃呃 就是有有有一个group 我知道我确定里面有有1到2个女生是亚马逊的员工 然后还有一个第一个出来表演的大型的舞团 他们是呃华盛顿大学的UW的哦那个是就step up 对UW step up 所以他们是呃华盛顿大学的一个舞团 对他们总已有那个亚马逊的员工 step up 这个我倒不太确定 哦感觉他们好像是一个学生舞团 哦学生舞团 对我听上好像我们的晚会一共亚马逊员工有三成左右 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准不准 嗯30%到40%是亚马逊的呃员工 或者比如说您看到第一个开场的band嗯 传乐队他们都是亚马逊的员工啊对 然后还有一些是前亚马逊员工 比如说呃大家很喜欢的那个黑罗斯 hello 他唱了跟陈旭也有关的这个rap 对他是他那个lablab 我们其实很有很有兴趣 就是他 配的那个视频啊是都是自己做的吗 对全部是他自己做的啊 然后因为当时我们还要求就是因为会外国友人 所以不说那你能不能加翻译 所以他还特地做了英文的字幕在这个视频上 嗯对 其实节目开始前我跟黑罗斯私下聊了一下 嗯他是非常有兴趣 对他那个是一是原创 而且我个人在一些社交媒体上 我也看到好几篇关于他的演出的一些帖子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 因为像您讲的这个内容可能是你在别的纯文是看不到的 因为是完全是关于程序员的这样生活的一个是写实的这样一个对 很有才华 然后呃你们就是自己在这个演出过程当中有没有有趣的一些就是开前幕后的经历可以这么分享一下 啊 嗯 啊 我就我就记得我上台拿错稿子了 我上台应该要啊 我记得是我记得上那个林从林林松林老师出来讲脱口秀那一段 我拿错稿子我拿的是下一段的稿子 但是我大概记了一下可能好像是要讲什么 我就然后我就想说那就临场反映一下好了 所以没把天花板说成地板 还好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我苏和我们我们那个主持人组 我们都至少在一起过了有两遍 然后我们在那个就是在那个节目开始前我们在后台就都装发的时候 我们还一边装发一边拿着稿子在那边就是过跟互相给对方提词 对 所以就是有一个团队一起做这件事情帮助很大 对 我觉得不仅是我们主持人准备时间有限 其实我觉得我们整个彩排也是其实时间蛮有限 因为大家都要工作嘛半天 嗯 所以我之前担心还挺多的 但没想到最后正式演出的时候非常的流畅 这是很粗 让我比较粗外的一点 对 所以你们的综合素质在那里是吧 就是即使临场应变都可以 更不要说已经准备了很久 大家是同一个公司就是默契度的还是 默契度是在的 那我们进一下整点报时跟广告 广告之后 嗯 请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小兔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专访 亚马逊春晚的主要成员 大家好 我是曲颜蓉 来自青岛 我是雪莲的妈妈 这是小贝拉 这是黄套套 来给姐姐打个招呼 嗨 想姐姐了吗 然后青岛这边过年的洗俗呢 是大年三十三十早上一起床 先会去给过世的亲人扫物 请她们回家来一起过年 然后回到家以后呢 开始打扫微生 包饺子 包好饺子以后放鞭炮 贴对联 贴福字 来祈求来年福气多多 平安顺遂 然后呢 开始做年夜饭 做好年夜饭以后呢 就一家人 一边看春晚 一边高好兴兴的 在度过出席夜 都在农村 还有这样的习惯就是 到了零点的时候 微风变胖 带起来后去给亲朋好友拜年 问生生过年好 嗨 各位亚马的孩子和家长们 心生快乐 我是来自南京的桥妈 我的孩子长在丹火 到亚马逊度过第一个春节 希望他在亚马逊子 和可得开心 我的孩子在树山 就一个人去住国读书了 住国前每一个快乐的春节 他都是在江苏南通度过的 因为孩子的奶奶家在江苏南通 江苏南通的过年习俗呢 就是大人们打扫卫生 贴春年 小孩子们骑三轮车扔鞭炮 都武进祖宗 晚上全家吃年约饭 骑了肉 我是蒋老师 我是石盖的妈妈 我来自重庆 石盖的爸爸呢 在另外一个城市中座 所以今天我一个人来录这个项 我们重庆春节的这个习俗呢 就是吃汤圆 另外就是一大家子的人 来做的一个大圆桌上 然后吃这个团圆饭 我是江苏的父亲 江苏来自美丽的杭州 杭州的过年呢 除夕夜 是全家起团团圆圆的 是一个饭 有时呢还会锁的 当年初一的时候 会放泡沙 雨衣呢来年的大礼 哈喽 大家好 新年快乐 我们是文静明的爸爸妈妈 我叫刘良全 我叫张燕 我们来自安徽和肥 我们家乡获新年的行俗是 炸圆子代表团团圆圆 做圆宝鱼年年有余 记住晚辈们给炸辈们磕头拉压碎鞋 记忆中最深刻的那一年的过年呢 是张燕你出生的那一年 因为你给全家带来了荒热 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春节呢 就是孩子十五岁的那一年 我们在广州新医院过的那一个春节 我们一家三口到那里去见 那个留学机构的姚文妈妈 那个春节我们确定呢 送孩子到美国高中 在那里我们还认识了很多的留学生的 爸爸和妈妈 有导演爸爸 有摄影师爸爸 他们给我们一家三口拍了非常多的 那个精美的照片 有些很深刻的印象 我们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过新年 文静明当时你十七岁 第一次在美国过年三十 我记得当时是二零一年 我们飞到美国同龄一起过年 是的 当时你邀请了很多小朋友们 一起来家里吃年夜饭 爸爸做了一桌子中华美食 你们可开心了 你还记得吗 应该是快年夜 有好几个快年夜 咱们一起开着车沿着海岸线东风 去老园酒吧 去喝咖啡厅 韩老师弹吉他 影响最深的是有一眼 咱们去古斯广场 刚一下车 万天的红色的空音灯 然后银子倒映在海面上 那个瞬间呢 真的是太震撼太美了 像我们梦幻一样 我们一家人 我们希望的下一次团聚 我们希望会是在重庆 孩子四年没有回国了 这样的一个中国味 四年没有吃到地道的中国菜了 父母 我和他爸爸 我们想带着他 周边曾经的大街小巷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痛快于命的 吃饱吃好 带着家乡的这个美味 家乡美好的这个记忆 然后再奔铺美国 这次因为疫情 你有好久没看到了 全家都想你 若有团聚之时 爸爸最想做的事 拥抱你 你也紧紧的 拥抱爸爸 幸福快乐 儿子 我来年最希望的就是 我的孩子能够顺利地度过 眼前的这个世界全球的 一个经济的寒冬 在新的一年里 作为爸妈 希望你健康 平安 进去 就像你在小学五年纪的时候 给自己写了一段 作用名 每一次的成功 都是下一个努力的开始 新的一年对孩子的期盼 就是希望他能找到一个 彼此喜欢 包容 相濡隐漠的伴侣 我们家的信条 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人生半年 人生就成功了一半 新的一年 我对你的祝福是 爸爸妈妈都祝福你 希望你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 平平安安 然后从初中高中 到美国上大学这些年 你从来没有放松过 一直对自己都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一直都那么那么的努力 那么新的一年 我也希望你能够放松一些 能够享受自己的生活 工作 能够心向事成 一切都顺利 最后呢 我再次祝福 亚麻的孩子们 无论你们遇到开心 还是不开心 父母永远是你们的后盾 那么 新春计小 不盖年 最后呢 我也祝我们亚麻的所有的孩子们 在新的一年 平安 健康 快乐 心想事成 新春快乐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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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 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 今天呢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们有 一部分嘉宾是 克里斯蒂下线了嘛 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 那么他们分别是 亚马逊春晚的导演组的成员 Benjamin Liu 然后还有两位主持人 是四位主持人中的两位 分别是克里斯蒂 他是通过Zoom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还有一位是苏亨 那么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次春晚 就是唯一表演的两个节目的 然后就是被 语为亚马逊刘德华的马特根老师 然后我们其实非常高兴 因为各位一方面能够经营亚马逊都是已经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对吧 然后嗯你们不仅从事平时从事在忙碌的高科技的工作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才华 有很多的文艺的呃 才华在这个春晚上面得到展现 嗯 所以呢我们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也对你们也很感兴趣 就是你们来自哪里有什么样的经历 然后为什么能够走到今天 能够走上这个亚马逊春晚的舞台啊啊 跟我们介绍一下 Benjamin你先来 好的我先来吧 啊大家好我是Benjamin 啊我是安徽合肥人 我有安徽老乡安徽听众的话 大家过年好 嗯我是2010年来的美国啊 我是读的来美国读的本科 啊我的本科是供应链管理专业 然后在读完供应链管理专业以后 我就进入了 呃算是采购方面的相关工作 啊所以我是做采购出身的啊 所以我的职业发展是一直在做采购经理 呃我让我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算是行业吧 第一个行业是航空业啊 我在美国达拉斯 德州的达拉斯在美国航空做的采购经理 啊然后我当时负责的是他们 嗯就是人力资源方面的采购啊 然后之后呢我去亚土兰大 呃做了可口可乐的产品呃采购经理 呃采购的采购经理 嗯可口可乐是一个国际性的 嗯其实是一个快销公司 但是我们内部其实把它看作成一个 呃 marketing company 因为其实是他是用自己的这个 这个呃 marketing 来来销售他的糖水 非摘开了水 呃 然后当时我是负责 呃也是全球呃非直接性的采购 啊然后做了很多 嗯 嗯 嗯跟消费者研究相关的东西 所以当时也学习到很多是可乐内部是一个运作的 呃我们是怎么样来 呃发发布每一个产品的 然后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啊然后之后我在亚土兰大也攻夺了我自己的 MBA 呃得到MBA之后我就获得了亚马逊的一个工作机会 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 呃就加入了亚马逊 然后在亚马逊第一份工作也是跟采购有关 呃是在亚马逊的就是网网络 亚马逊网店吧amazon.com 呃然后做的是移动硬盘储存类方面的工作 所以如果大家在20年到22年之间买了 在亚马逊.com上买了移动硬盘 买了flash drive 或者买了sd卡 那都是我帮大家谈的谈的合同 我帮亚马逊买来的 然后再卖给这个美国大众的 那现在我在呃亚马逊的云服AWS 做跟support chain 还是跟support chain有关的工作 嗯啊 然后是做的跟呃长期计划的相关的工作 所以呃这次非常开心 可以认识很多亚马逊不同组 然后我也有不同呃这种不同function的 那同事还有同学们 然后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用自己的不同的expert来拜那个创网 嗯太棒了 那呃 葡萄斯蒂你是不是也有同样传奇的经历 呃我就跟Ben比起来 我的就比较这个入门级了 哈哈 我是我是高中毕业 然后来美国念的语言呢 然后念大学 然后我是我是洛阳人 所以然后呃 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做的也是 我现在的职位叫BI engineer 就是business intelligence engineer 就是跟数据相关的 然后我其实一毕业就做这个这个行业 然后之前是在一家呃健康品公司 然后是在2021年的时候 然后我得到这个Amazon工作机会 就很期待 然后搬到Seattle 嗯 然后但是我从小长大就很喜欢像唱歌舞蹈 这些这方面的就在舞台上的这些活动 然后 嗯 所以所以看到这个机会觉得 哎很好很适合 然后就也希望就是能多认识一些 亚马逊的呃中中中中文的小伙伴 然后所以就 就是这样怎么进到Amazon 然后怎么怎么认识这些朋友 然后怎么进到这个节目组 嗯 嗯 平时这个 也是有很多的才艺嘛就是 除了除了工作之外 对除了工作之外就是我平时会 嗯 我会跳跳芭蕾舞 然后就是练帕拉提就是一些 就是一些除了工作之外 我觉得还是要一些呃活动 然后是你的这个劳逸结合嘛 嗯 克里斯蒂你不是有个小狗狗吗 对 他不是小狗 他是他杜 他是个大狗 很大 Doberman 嗯 每次跟克里斯蒂聊天 克里斯蒂都说 嗯 我我五点钟要准时回家遛狗 哈哈哈 嗯 嗯 对他是我的他是我的baby 对然后我参加去主持那个晚会的时候 我就 我找dog sitter来 然后我就一直问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应该很烦我 哈哈哈 那斯蒂讲一下你的名字的来源 哈哈哈 对很巧 从初生之前开始讲起 哈哈哈 很巧 因为我也是我姓苏嘛 然后我苏亨亨呢也是来自于原亨力争 就是这个八字里面 我是夏天出生的 嗯 然后爷爷很懂风水啊这些已经什么的 所以他选了这个名字 但另外一层主要是希望 当然这个亨大家不要误会 不是那个大亨赚钱那个大亨是 主要还是希望一帆风顺万事亨同就是比较顺利 对 嗯 这个意思 然后我呢我是云南大理人 我是白 白族 所以我对我们整个家族都是少少少民族 呃 然后我我现在那是做的也是在AWS 呃做程序员 那跟其实跟Ben做的有些相似之处 我做的也是supply chain 但我们做的可能主要是supply chain safety 就是比较底层的一些呃工作 那么我做程序员这条路就会比较曲折一些 我之前我感觉我是一个兴趣爱好很狂的人 但是也比较难找到 我会不知道想也想要做什么 那我小时候呢其实是读异校的 因为小时候父母发现我很喜欢音乐 啊 据我妈说我只要一哭他一放音乐 我就马上不哭了 所以家里面有很多那种音乐磁带什么的 所以我小学时候 有次拿到一个异校的报名表 跟我妈说我要去读异校 我妈说那你去吧 然后就去了 然后就真的开始呃 就在异校里面学主要是学唱歌主持舞蹈 二胡胡鲁斯和画画这些都写 嗯 然后当时其实是有认真考虑过要继续走艺术这条道路的 但是因为我当时主要是学唱歌 后来你知道男生就变声了吗 变声了之后就不知道未来还适不适合唱歌 而且变声期很长 这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后来又转了文化从初中开始 嗯对然后初中之前你经常登舞台表演 哦就是家常便饭就是家常便饭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对呃表演啊音乐 我是完全是我真的是个人喜好做这个事情 所以舞台上唱歌简直就是童子宫啊 对对对 所以你这次表演紧张吗 其实还是挺紧张的 因为你知道疫情这几年已经完全没有过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会觉得春晚这个机会标志着也是我们的生活又再次走入了正常化的这样一个 那后来听说你在那个去了香港大学呢是学什么呢 呃对我去到香港大学呢我是学新闻还有主修了还有政治 所以那个艺术的条路就不走了是吧 对当时对其实还是跟艺术有一点相关 有点关系 我感觉是还是跟我小时候学艺术有关系 是你觉得新闻就是艺术吗还是呃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我出生的在大理那个环境可能在对很多人来讲大理是一个旅游景点 但对于我来讲他是那是一个多元文化不光不光是有多个少数民族 我们那还有很多外国人你知道大理古城里面有条街叫洋人街很多外国人 嗯我从小我的我英语怎么学的呢是有个美国的美国老爷爷 他也是做程序员的很巧他老来到大理然后他每周末会召集帮小孩教英语 我也是这样学的啊所以大理是一个多文化多宗教的这样地方 所以我从小会觉得哎这种东西很有意思人很有意思 嗯各种不同背景的人然后所以就想学新闻就觉得要 嗯他就觉得要维护人民正义什么之类的有这种比较 真正的想法是的所以对后来就去香港就学了新闻 然后修了正学了政治然后我是16年美国大选的时候来到美国当时当交换生 嗯来了之后当时被当时大选的那种激烈的氛围就是震撼到 嗯一是美国跟我书本上学的那种美国完美的那个民主体系完全不一样 我们在香港学的政治完全是基于美国那个完美的那个民主体系下的 但是你来到在16年那个大选那个节点发现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当时激起了我很大的好奇心我就说我一定要来这边读我的这个graduate school 最后来又你是专码了吗还是都还没有专码后来我来到又去各大读了一个 我在public policy school 里面读了一个就是跟金融相关的方向啊 然后呢在哎做了金融在纽约做了一年当时恰好是做科技公司上市了这些 然后才慢慢了解这个行业因为我本身是文科生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携带吗 当时来到美国之后哎做了这行才发现哎原来科技行业在美国是这么一个情况 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就科技行业里面人做的事情他非常怎么讲非常的务实 而且可以你很快可以看到你的产生的影响力 所以后来还产生了这个想法来专码所以有点曲折 那你第一次到美国了有没有想过要去感谢一下教你英语的那个老爷爷 我他已经常住在大理了 他已经最常住在大理 他当时他的孙子是我们整个学校里面只有他一个外国人 跟我们一起上学的 对跟美国人说着我们大理本地的话就是那个画风 你可以脑补一下 是是是 嗯 那我们这个马陈庚老师啊就是嗯 物理博士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 嗯叫陈庚就好嗯 嗯我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学生经历了嗯嗯我本科比较好 我高考分数高一点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毕业 然后的话嗯但是为什么要学物理呢 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就是高中的时候物理竞赛稍微好一点 然后是得过奥赛冠军还是什么的 没有那么厉害 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我们宿舍确实有很多非常非常牛的人 什么世界奥林匹克IPHO的金牌这个都是有的 我是我是我们宿舍唯一需要通过高考进北大 然后的话嗯我进去以后是有点沮丧的 因为我跟他们相比呢我感觉我好像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的话嗯一开始的话呢就是说大家考试啊刷题啊 这个我还能跟得上 然后呢把分考高一点 但是呢随着后来呢大家要搞这个本科生科研的时候 我就越来越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学物理 然后的话嗯然后我当时在那年二二就是 2011年的时候当时换了三个这个科研的项目 然后嗯不断的换了之后呢 我最后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管搞什么 只要在理科这个方向呢就是呃 编程然后写程序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这基本上这就是未来的方向 然后我确定了这点之后呢就在想怎么往这个方向找 然后我当时呢就想我可能需要找一个这个把数学啊物理啊跟计算机结合的好一点的一个方向 我们当时呢北大物理系有一个方向是做这个大气科学研究的 然后流体力学啊这些的 然后我就往这个方向转了 然后的话后来呢来美国当然也就是学这个方向了 嗯然后本来我就想着我就是做这个方向的这个researcher 然后就呃一辈子做研究就好了 后来呢这个更好呢我的导师呢他正好是研究这个就是这个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的 然后但是他研究的方法呢是用这个大数据用统计啊 然后神经网络这些东西 然后他本人呢非常鼓励我去学一些这些计算机方面的这些知识 然后什么算法啊神经网络啊基础学习 然后所以呢我就是在这种在这种老师的这种带领下吧 然后逐渐的就往另一个方向转了 啊于是就走上了这条路 嗯我听说您就是去到了杨振宁的母校母系求学 然后有没有在一个时间点想过像他那样要拿个诺贝尔物理奖之类的 啊这个呢年轻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志向呢 哈哈哈追随着那个杨振宁的足迹去了 嗯没有那么大的志向感觉就是说嗯尽量就是说 我的志向是什么啊我的志向是我在金融学校的时候看了一下我的导师 然后我的导师呢他很牛逼 他在我们学校呢是有这个自己的铜像的就是在图书馆有一个他的像 然后呢我查了一下他发表了多少篇论文 哇我就觉得震惊了 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我要能发这么多篇论文我就很满意自己了 所以我就感觉能把这个事情研究清楚啊 能把这个道理啊用朴素的方式讲清楚 让大家都明白到底这个中间是怎么回事 而不是说讲的很悬啊这个闲论又怎么样了 量子力学又怎么就不要用那种很悬的方式 用的大家都能理解的方式去搞清楚 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philics 我就很满意 所以我其实就是对一个比较保守的这种想法吧 所以最终你来到了亚马逊对吧 对我最终呢因为这个呃往Motion Learning这个方向走 最后呢于是就呃越来学这方面的技术越来越多 因为这也是一个趋势嘛 因为我求决的那段时间我是13年来美国的 那个时候刚好就是这个互联网的开端 然后我们当时有一些很厉害的同学吧 我当时去拜访他们 他们在斯坦福啊在这个波克利亚 然后的话他们都是那边的物理系的phd嘛 然后也都很厉害 然后过去都拿过这个世界竞赛的大奖的 结果我拜访他们以后发现哎全转行了 然后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他们其中有一个人 然后他们那个去乐之后呢很快就拿到了谷歌的offer 然后呢这个生活条件立马就改变了 然后呢其他的几个人看是吧这个还有这么玩的 于是呢都觉得是吧不比你们差 我们也能转facebook是吧 于是他们就全都转了 然后转的时候我去了之后就震惊了 这个老同学都转了 后来我想你也转了 对 嗯 嗯嗯 那你们作为主持人克里斯蒂苏亨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问一下马老师这个物理学家 我很好奇就是陈哥你现在做的事情跟你以前所学 你觉得哪些地方是用得上哪些地方是可能你学到些 之前在学校没有学到 但是在工作中你才学到的 嗯我觉得最明显的一点是什么呢 是呃原来啊包括我刚来亚马逊的时候 我都觉得呃一个技术 就是说一个比较好的呃 用一个比较厉害的model 神经网络啊 用一个比较听着就很fancy的一个新技术 从一个paper里面读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成果 把这个用出来是非常厉害的 嗯但是真正到了亚马逊之后发现呢 其实呢很多时候呢找到一个好的business opportunity 其实是真正这个能让你成功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customer他究竟需要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东西能够呃填补他的这个需求 这个东西呢你要是能找到的话 就真的能改变大家的生活 嗯然后呢即便你用些很简单很粗糙的方法呢 也是能起到作用的嗯 但是如果你找到那个机会和渺小 或者customer他不care这个事情 那即便你做的非常那个精确 做的非常厉害呢 其实呢就是他的效果也不大 然后customer也并没有本内飞的 那我们再继续广告 广告之后 那我们继续来聆听你们的分享 又来到与家人吃大餐尽情享乐的时候 同时也是接种更新版covid疫苗的时候 由于天气愈来愈冷 节日聚会大多在室内举行 让我们有近距离的接触 所以要格外小心注意安全 接种更新版covid疫苗 可以减轻疾病的严重性 让你尽量避免住院 并可以有效预防covid带来的最坏后果 前往vexins.com寻找更新版疫苗 我们做得到 肌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第15届庆祝亚洲大型音乐会 将于1月29日下午4点 在西雅图贝纳罗亚音乐厅举行 西雅图交响乐团携手中国明星艺术家 将为您奉献一场美轮美奂的新春音乐盛典 包括著名的中国古典音乐和音乐会前后的个别庆祝活动 购票请访问SeattleSymphony.org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 建筑商胡秀平 肖利虎冠名播出 电话425-443-5668 欢迎回到我们小头中文电台 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小头中文电台直播间 今天迎来了三位嘉宾 那线上也有一位嘉宾 所以呢有四位亚马逊的小伙伴 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来从那个亚马逊刚刚举行的亚马 2023年春晚说起啊 然后再讲讲你们各自的一些经历 然后呢我相信这次亚马逊 那你们有很多的收获啊 那就是从这个 嗯就是基本的事实就是你们全职在亚马逊工作 但是呢也嗯 共同努力就是在这个四五十个人一起把这个亚马逊晚 这么一个project完美的呈现给就是观众的面前啊 所以就是这里其实有一个挺自然的一个呃 话题就是叫所谓的work life balance对吧 就是用工作这么忙 然后呢还能够把这么一个事情就是利用业余时间 能够把它做起来 那就是呃 在亚马工作你们的work life balance是怎么样的 咱们能分享一下 嗯大家都成功了 这是一个tough question 非常难以为 对于亚马人来说是个tough question 我先说说我这一次做春晚的感受吧 是是是是 嗯我觉得第一是 嗯我觉得刚刚苏翰也提到这一点就是 嗯科技行业之所以不一样 就是真的你呃你身边的无论是同事还是朋友 呃大家都是像成根这样子的就是高高精尖人物 大家都是super sharp 然后干事情也是super crisp 嗯所以大家干事情的成果也是在那里 所以呃在这个节目组的准备过程中 你就可以知道就是呃大家每天每周会开组会 看完组会后大家会分配任务 然后所有人干出来的任务的完成效果 质量呃时间都是呃就是顶呱呱呱的 所以这其实对于春晚的筹备和帮助都是非常有就是导演可以很信任的把任务派下去啊他在他需要的时间和需要的地方会有很好的这个feedback 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呃亚马逊真的是人才积极啊让办这个春晚办这个晚会呃变得非常的顺利 嗯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呃呃班春晚当然是有很stressful的时候啊就像春晚前一周其实是做媒体组啊和节目组非常stressful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全场所有的PPT呃做完所有的视频音频收集好所有东西要提交给当天的这个会议现场都可以做到的 啊production crew啊这都是呃需要但是加班加点完成的啊所以也非常感谢我老婆的支持啊那一星期我基本上每天下完半以后没洗碗没做饭对哈哈没做饭然后每天下完半以后可能就在电脑前面要不然是剪片子要不然是跟导演组开会啊开始准备春晚的啊这个过程 然后当时我还记得是春晚前开始的一周呃突然想起来哦那进场出场的时候观众要不要听背景音乐啊我们还没有这个背景音乐 所以当时说哦那我们要需要需要去做一个这个playlist这个音乐playlist然后呃其实是我我的我的老婆啊跟我一起我们在车里呃边开车边听歌真的听了大概五个小时的歌 把进场和出场的那种说出来的所以呃当时感觉哦是花时间和精力也比较累但是现在回头看来这都是呃非常值得回忆然后非常开心的过程吧嗯 嗯然后你们特别是像那个呃呃成更你是呃物理的博士呃物理的博士然后呢就在亚马逊有呃平时有繁忙的工作 那是还保持这颗文艺的心对吧 就是特别喜欢能够创造呃文拜训刀刘德华这么一个程度呢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这个方面这个工作跟爱好能够兼得的这个一个一个一个经验嗯 首先北大男生唱歌都很猛的 对这个北大男生这个 对一般一般都挺喜欢唱歌的 然后我们原来学校里面就有各种十家歌手比赛 然后的话 然后北大学生会会拍很多那种微型电影啊什么的 每一部电影都会有个主题曲啊什么的 对都会有 然后有的人会比较喜欢铺曲 会比较这个主词演唱 然后有这种氛围吧 但是我是在这种氛围里面长起来的 但是我当时在北大没有什么表现 我来这边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 这个关注学术比较多 然后我们学校其实也有点偏远 然后的话不是在纽约市里面 它其实是在一个乡下的一个地方 然后的话 所以我一般喜欢在宿舍里面自己 对唱的我两嗓子觉得挺好的 因为外面都是都是那个美国人的话 印度人感觉老讲英语就有点不是很亲切嘛 然后就感觉有时候听到中国那个音乐 就觉得哎呀这个是吧 就非常上头一定要唱一下 陈哥我有个问题问你 你是真的很喜欢唱刘德华的歌 还是你现在因为有了这个人设了 所以不得不唱刘德华的歌 这个我其实并不是说有一个什么人设吧 我说我声音比较低 这是为什么就是 然后我有时候喜欢模仿香港那种发音 那种港片里面那种发音 所以大家会觉得有点像刘德华的感觉 但是呢我有时候还是比较喜欢唱这个就是比如说张学友啊什么的 但是你知道吧 这个有的歌他音乐高呢 你在表演的时候难度会大一点 然后你要挑一个音低一点的歌呢 觉得哎 这个是不是比较容易唱下来 就偷懒的时候会这样唱 然后的话 而且而且就是这样的就成功率高一点吧 但是呃对像像张学友的歌其实我也很喜欢 然后的话 但是我不是能保证每首歌都能唱的很好 所以最拿手是周德华的对对对对对对 我我一直以为马老师你要唱忘情水作为你返场歌曲 啊这个我原来一开始跟那个刘嘉诗姐是这么说的 但是的话 那准备了吗 要不然今天给我们唱两句 今天大家都都 哈哈哈哈哈哈 我都 李老师忘情水哈哈哈哈 就这个有点那个什么吗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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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低你知道吧 然后这个唱两句也可以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我也是啊 就这首歌我当时为什么没有选 没有选的原因是因为呃这首歌是有点低了 然后我自己在家唱了一下发现呢 如果这个歌唱出来的话就他有可能就会让这个晚会觉得就没有那么嗨 然后的话 所以我后来呢 李老师也说得选一个嗨一点歌 一开始想的是缠绵会比这个好一点 然后的话呢 后来我觉得缠绵还是不够嗨 于是呢就写了那个小李飞刀的那个主题曲就是那个没有我你怎么办 何润冬何润冬的歌对对对对对就觉得这个 童年回忆童年回忆对对对对对对对 呃 克里斯蒂你也是有很多的才艺但是在舞台上只展现了你主持的才艺是吗 对我明年准备报唱歌节目等我导演组哈哈哈 我我我大学的时候有练像那个社交舞像social dance 然后就跳芭蕾因为我从小长大就是就很active我就很喜欢小时候我在swim team 然后有去练什么像跆拳道这种就是我要一直动来动去所以work life balance就是我工作完之后 运动不是一个被选项就是我一定要运动我才会觉得我的这个生活是比较balance 然后所以就是在吗我觉得都还是尽量会挤出一些时间去 然后我觉得有一些惨意啊有一些就是比较active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作为一个人我是一个完整的不是我我不是只是只是一个工作的一个工作机器这样 然后而且运动的时候你会你知道散发那些呃身体会散发那些chemistry会让你更开心 然后其实让你工作的时候你会更有效率所以我对明年等我我我明年抱一首唱歌的曲目好吗 我要让苏亨听下我的音准哈哈 我们我们在每一个歌手上苏亨就像那个检测器一样在那边听人家音准哈哈 哈哈哈哈叫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对吧哈哈 没错哈哈 然后对苏亨来说对那个诚哥来说每一个不曾唱歌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那呃苏亨你是从那个可以说是艺术生出生啊 然后后来又又又学了传媒又又在鳳凰卫威士又去了哥伦比较大学就是 呃人生都很精彩啊然后现在又到了亚马逊 呃然后你到了现在新落职呃不久呃有什么感想然后有什么期待 呃感觉特别幸运在现在这个经济情况下能输职哈哈哈哈 真的是真的是这样然后呃我其实我的观观点可能稍微有点不同 因为我之前可能跟金融行业相比我反而会觉得程序员这个行业 work life balance挺好的其实是在亚马逊 因为之前加班真是加怕了 呃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行业怎么讲呢我会觉得至少就是说 我有足够的业余时间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啊 所以对我来讲我选的这个行业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有很多 除了工作之外我有很多事情时间去做唱歌啊什么 做这些我喜欢做的事最长远来讲这是一个可持续的东西 我我的幸福感会更高 嗯 我的宗旨 嗯 还是要快乐 比较重要 还是要快乐 你才开始两个月嘛 好明年明年再来一次 再听听你是怎么讲 明年我 你在亚马逊里搜不到我了 已经哈哈哈哈 我死人了 已经 我找他联系西亚图中文电台 哈哈哈哈 西亚图中文电台 我发一个学人启示了这边 嗯 嗯 那我们不知不觉就到 今天节目的尾声了 那今天我们非常 高兴也非常荣幸的请到 嗯 亚马逊公司的 四位小伙伴啊 就是 嗯 这次2023年亚马逊春晚的 答应组的成员 编辑民刘 还有两位主持人 克里斯蒂苏亨 还有我们 重量级的歌手啊 啊 马逊公老师 嗯 参加我们的节目 然后呢 就是在 节目的最后 你们有没有什么 就是要跟我们 呃 听众讲一讲的 不管是 新年祝福也好 或者说 呃 个人的感想也好 嗯 每人讲一句话 嗯 我我最后一个 嗯 马老师你先来 嗯 我知道 嗯 我的感觉是啊 我感觉是 其实不光是我 我觉得很 包括我在内啊 我觉得很多 很多人都感觉去年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然后的话 我自己的去年 也感觉经历了很多 这个呃 非常不开心的事情 我感觉呃 当然非常幸运的是 但是我现在还还在亚马逊嘛 我也觉得很好了 但是 我的感觉是 大家一定要想办法坚持住吧 我觉得就是说一定要对未来有信心 我觉得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所以气候变化还是疫情都不是问题是吗 呃 是问题但是一定会克服的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少过问题 嗯 嗯 但是对 但是问题不是世界的结束 胜利呢 也不是是 也不是这个任何事情的结束 任何事情都会发展 成功以后呢 我们也有也有未来要走 然后失败以后也有未来要走 对吧 对 我觉得 哇 有点高啊 看你怎么接了 我对陈 陈刚老师 陈刚老师讲的这个 没有同感就是过去一年也好 或者或者整个疫情期间也好 对对我的想法改变最大的一点 就是会特别重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重要 可能在之前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 我们每天都可以见到不同 各种各样的人 所以会觉得以后 以后新的一年也是珍惜眼前的眼前的每一个人 就是会更加注重和朋友也好呀 同事也好 这种沟通啊交流 然后也希望电台前有才艺的朋友们 明年也可以报名我们的晚会 对吧 我们争争咸甜 所以一句话总结就是珍惜身边人是吗 对对对 好 那克里斯蒂你讲 哇 你们说的都 你们说的都太太好了啊 我觉得 我觉得我很感激这个机会 然后来小元老师节目 我觉得我也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所以我希望就是在收听每一个人 我觉得虽然我们很平凡 但我们都有闪耀的地方 希望你们都继续做自己的生活 然后做最好的自己继续闪耀 然后让小元老师找到你们 然后来她节目 我希望明年我还能做什么 做一件比较比较棒的事情 然后小元老师会继续邀请我来她节目 哦你要我们我们是敞开大门的 欢迎你 当我们主持人也行啊 我们求之不得 然后那个Benjamin你那个总结一下 我我我并没有准备总结 我觉得大家讲的特别好啊 首先 如果听众 今天您参加了我们的春晚 非常感谢您的来来来临啊 能为你献上一份春节的祝福和一个晚会 其实是我们所有人在在做所有人的荣幸 然后呃如果您没有来参加呃希望继续关注我们 呃要马逊春晚每一年都会呃继续办下去 然后我们也相信每一年会越来越办的越来越好 呃如果您有各种各样的才艺呃也欢迎来找到我们呃加入未来的节目或者春晚 呃然后最后总结的话就是祝大家呃新年快乐 兔年大吉 好多费门静 哈哈哈 谢谢大家 呃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谢谢 谢谢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